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后的数十年 汪大渊就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出发 离开中国走出国门探求世界 另外两位航海家都采取了搭乘商船的方式 完成了自己的航海历程 他们的航海日志 马可波罗游记 以及岛移志略 对世界历史地理所做出的贡献 为世人所认可 对人类航海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汪大渊出生于江西南昌 成长于内陆的他 为何会蒙发探索海外的志向 张力介绍称 王大渊少年求学时就对史记爱不释手 对《获值列传》中南北各异的地理 自然 物产等内容更是反复送读 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 王大渊出生在衣食无忧的商人家庭 自幼居住在当地最大的航运港口 成长在对外航运频繁的环境中 正是家乡航运的环境熏陶 尤其对那些关于海外地理的游记 愤外痴迷 沿着干江一路上宿 来到了外贸巨港泉州城 在南游泉州期间耳濡目览 在这天下少见的富裕之地 王大渊探险求其的欲望 得到了进一步激发 在中国提到航海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谈及汪大渊远航与郑和下西洋有何区别 张立表示 与郑和下西洋由政府资助不同 汪大渊几乎是凭一起之力完成航海行动 汪大渊先后两次出海远行 都是富博前往的 他没有自己专门的船只 也没有自己的身影 只是靠着搭乘商船不断的航行 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 另外 汪大渊对郑和航海活动 传带来直接影响 有资料显示 郑和的翻译官马欢 两次跟随郑和出海 所到的地方与国家 大部分都与汪大渊所到过的地方与国家重合 在航海旅行中 凡所到之处 汪大渊对各地的地理 山川 风土民情 奇闻异事 贸易货物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严谨的记录 这些详实记载 也是当前专家学者们 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史料 在张立看来 研究汪大渊远航 以共情激发国家之间的情感流动 对当下中外交流 也有着诸多现实意义 在人类与海洋接触的过程中 汪大渊无疑是冲锋在前的勇士 基于人类对于海洋探险的 共同情感体验 将民间航海家汪大渊 作为情感化标签 进行国际传播 可以为国际公众认知 世界海洋文明成果 提供共情机遇 未经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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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多年